你们陈家这种助学的事还在延续吧 还在 在新加坡我们也有陈家庚基金 我们也在做奖学金这些 当然没办法像陈家庚做得那么大 我们以我们的能力 做我们能做的事情 全家人都在参与几代了 我们家现在有六代 大概有四百多人 分布在可能世界上七个国家 但我们每几年都会组织一个家里的团 就参加学校一些活动 而且同时也来看看中国的变化 因为中国这几十年变化太大了 他们必须懂 从1998年开始 最多的一次是2008年 我们来了103个 所以必须让我们的后代 理解他们的先人 他们所做的事情 希望这些事情能影响他们 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自己家族来说 意义比较重大 从全世界各地 大家回到极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事业 什么力量让这些人凝聚呢 因为陈家庚所作所为 让我们家人都自豪 世界上有几个家族 能有这样的一个先辈 付出所有 为了是帮助中华民族 那就是将来 我们和陈家的后代 在谈起 陈家庚先生的时候 您也会和他们说 您很难忘的这句话吧 对 肯定会 而且从小就灌输 什么是该花的 对 什么是不该花的 我就想到了 您曾经讲到的 半张纸巾 对 不能剩一厘米 我觉得这都是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对